哈喽大家好我是摩根 今天的体验服对五位英雄做出了调整 上次呢王昭君加强后说变态一点都不夸张啊 在中路基本上没人治得住他 大家猜这次他如何了 他不仅没削弱啊又增强了 一技能蓝耗降低就是一技能升满才80点蓝耗 按照以前的王昭君来讲完全没有成长蓝耗啊 对象的时候呢更治不住他了 然后是大招CD有些去延长 根据以前相比较也很短了啊 不过伤害增加了不少 第二位蔡文姬轻微削弱 大招提供的基础双抗削弱 上次刚削弱一技能的治疗和伤害 这次又轮到大招了啊 看来用处越来越小了 第三位莫子 莫子上次加强的非常变态啊 尤其是被动的护盾值和炮击的伤害高的离谱 本次削弱释放技能后的被动护盾数值 基础和成长轻微削弱 在前期的耐揍程度没那么离谱了 不过这点数值并不能改变莫子强力的事实啊 第四位敌人杰也是本次加强的大boss啊 敌人杰上次把大招的减少双抗比例提高到60% 面前基本没什么肉盾了啊 本次的大招减少双抗比例改为成长 大招一共三级 最高能减少敌人70%的双抗 这就有点可怕了啊 护甲魔抗在他面前好像都是摆设了 可能策划大哥比较喜欢敌人杰吧 只能这么理解了啊 第五位李信也是即将在22号更新上架的新英雄 即将来到正式服务了 来一波加强也是理所应当啊 黑暗形态的普攻加强 普攻双次攻击 第二段基础和成长伤害都有所提高 别小看就这么几点啊 黑暗形态的贴脸优势会变得非常明显 然后黑暗形态的一技能奔跑蓄力 缩短了0.5秒 冷却缩减降低了1秒 一技能如果被打断或者自身中断蓄力 不再返还40%的CD 在本月22号也就是下周四 李信会上架正式服务 售价13888金币 李信的半生皮肤灼热之阵 也会跟随一起上架 12月22日周四当天会迎来一次大版本更新 包括名文的改版 大家留着低级名文不要分解 更新之后稳赚不赔啊 那么本次的体验服英雄调整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